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一个科技新农可持续发展的远大梦想 永业 中国三农问题解决方案的探索者 农民致富方案与工具的提供者 以永业动植物生物组和永业科技服务站 打开财富的梦想之门 纳斯达克主管上市的钟声 激荡着每一名永业人的胸怀 激荡着中国科技新农的发展激情 激荡起国际资本的滔天巨蓝 全球变暖 土地沙漠化 农民用地逐渐减少 食品安全问题 农副产品品质问题 农民买难卖难问题 直接减少了农民的收入 中央连续七个一号文件 促进农业稳定发展 农民持续增收 这直接关系到八亿农村人口的富裕和幸福 2009年4月 国务院通过全国新增一千亿斤粮食伸展能力规划 人均只有1.38亩耕地的中国 只有依靠科技创新的普及应用 才能实现这个增长目标 今年我们碰到这样大的水栽 我们打了这个生命树 基本上就把这个水 基本上把这个水到完就回来了 永业动植物生命树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第六届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 第十五届中国阳邻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后继特别奖 获得国内外众多科技专家的高度肯定 国家意见肯定的 10到20的粮食 蔬菜15到30的增长幅度 永业生命树三大功效 助推中国生态科技农业的发展 第一增加农作物产量10%到30% 第二改善农产品品质 花香果甜菜也为肉奶鱼蛋更营养 第三提前上市 延长采摘期实现反季节销售 花了84块钱 那增收了10千多元 长幅就是二边元 结果咱们的确定的收入量 就是那增加了 那增加了 看到哪个地医生 可以拿到永业的食物 放到用 增加了他或她的增加 能够增加更多的食物 能够增加了他们的平均 能够增加更多的金钱 雜交水稻支付 原农亭解决了六千万人的吃饭问题 永业人就是要通过科技服务和永业生命素 帮助农作物烫病减灾提高产量 帮助八亿农民实现发家致富的梦想 为国家实现生态农业的发展战略 奉献自己的力量 永业投入了大量的人才 资金 时间 反复试点 打造出成功样板 让事业伙伴复制成功 获得成功 用户 客户 企业 永业将三者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建立厂商一体的全新合作模式 让客户员工化 将永业变成所有合作伙伴 共享共建的大平台 实现三营 让永业成为永恒之业 农民致富 客户赚钱 永业才有可能铸就永恒之业 永业科技服务展统一形象 统一资料 统一配备具有农业 畜牧业专业知识背景的大学生和科技人才 永业科技服务展向农民宣传科技知识 帮助农民解决各种种植 养殖问题 成为农民有求必应的致富医院 眼见为实 用事实说话 覆盖全国的永业科技服务展 以及无数个样板田 大量的成功案例 说服了更广大的农民选择生命素 加入快速致富的永业团队 2009年10月30日 湖北前江月亮湖农场的永业科技服务展 单店单日销售生命素 25000多平 实现销售额35万元 单店单日毛利7万多元 2009年12月6日 湖北沙阳县沈吉镇永业科技服务展 单店单日销售41000多平 实现销售额58万元 单店单日毛利12万多元 2010年 永业生命素生产线 达到年产3万吨的规模 未来将帮助中国农民 获得上千亿元的收益 生命素 必将成为农民发家致富的摇钱树 1994年永业创建于内蒙古 短短十几年 已经发展成为 即生命素 沙草产业 种植业 生物工程 医药 文化 旅游开发及贸易等为一体 资产规模近百亿元的高科技产业集群 永业汇聚全球精英 解决三农问题 缔造永恒之业 奖励贤制 三年有车 五年有房 八年经济退休 永业的财富属于全体创造者 用一个开放的事业平台